三支五的主题叫神经与内分泌 我们很快的把神经跟内分泌 它的性质做一下整理 以前国中说讯息传递的系统 叫做协调系统 而神经是快速反应快速消退 内分泌是反应比较慢 但是消退也比较慢 这是他们的通则 而生物学中的通则总是会有例外 有没有很慢的神经 有的 有没有很快的内分泌激素 也有的 但大体而言神经真的比较快 内分泌真的比较慢 大体而言 那以神经系统来讲 因为讯息传递要人接收 要人传递 要人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有 接收刺激 讯息传导就是神经传导 最后就引发反应 所以我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在国中这么说的 受气负责侦测环境中的刺激 然后就交给了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然后神经系统呢 透过神经支配你的动气 动气就引发适当的反应 国中还说动气有两大类 一类是肌肉让你产生肢体运动 一类叫做腺体让你分泌 流鼻涕 流口水 流胃液 流汗 流眼泪 都算是腺体 算动气 这是国中教的 那我们高中就以这个基础 继续往前走 不过这边有个补充说明 有发现这边有东西叫受气 我们前面说 哎呀你的那个B细胞或T细胞表面 会有受体来做侦测 这两个东西很像 概念一样 就是讯息的接收者 讯息的接收者 那我怎么区分两者的差别呢 来我们来区分一下 如果讲的是受体指的是细胞膜上的分子 我细胞膜上这个糖蛋白 当做受体来侦测抗原 或侦测别的讯息 比如说侦测激素 侦测抗原 侦测everybody 我是一个分子 那如果这个受体 它也是侦测讯息 在这个受体呢 本身是组织 比细胞还要大的组织 甚至是器官 我就会叫你受气了 所以其实受气受体 在英文都叫receptor 都是接收者的意思 只是我们把它分成 是分子层次的 叫受体 组织以上到器官阶层 叫受气 举例 眼睛是视觉受气 我用受气 因为眼睛是器官 你的鼻黏膜是嗅觉的受气 鼻黏膜是组织 但是B细胞表面的受体侦测抗原 因为它是分子 在中文上有这样的区分 英文就没问题了 receptor 接受者 好 洗脑系统的前沿 先走到这里 好 好 好